警察局长将自己关进了监狱里 他将牢门反锁 并扔掉了手中的钥匙 转身看向了墙壁上的大屏幕 画面里躺着一具身穿防护服的尸体 而他正是男人的妻子安娜 此时副警长刚好走了进来 他连忙劝说对方不要做傻事 可老黑却一脸决然地说道 我想要出去 谁料就因为这一句话 老黑便被判处了死刑 原来在这座名为统仓的地下城市里 有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定 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我想要出去这句话 否则便会被驱逐到地面上 并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死在充满毒气的世界里 可安娜和好友乔治 却从一个电脑硬盘中 看到了一段隐藏的录像 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毒气 到处都是鸟语花香充满的生机 为了证明这一切 安娜选择了以身犯险 在大庭广众下喊出了我想要出去 老黑虽然身为警长 但也只能强忍着悲痛 亲手将妻子驱逐到了地面上 他满怀希望的期盼着 安娜所发现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在众目睽睽之下 安娜最终还是被毒气给杀死了 乔治亲眼目睹了好友的死亡 他暗自下定决心 要继续查明事情的真相 可没过多久 他竟然也被残忍地杀害了 老黑察觉到了背后的阴谋 于是找到了乔治的女友调查线索 朱莉拿出了男友留下的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真相就藏在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 面对老黑的疑惑 朱莉并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带着她来到了桶仓的最底层 在通道的尽头挂着一块警告牌 上面写着 禁止越过此点 否则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老黑正在一脸猛逼 可朱莉却搬开了警告牌 露出了墙面上的一处缺口 两人穿过缺口来到了通道的另一层 并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地洞口 朱莉轻车熟路地带着老黑爬了下去 到达目的地后 他立刻打开了照明电源 老黑顿时被眼前的东西给惊呆了 地下竟然有一座巨大的挖掘机 这应该是在挖掘出桶仓之后 工人们没有办法将它弄出去 所以就用九米厚的混名筒 将它给封存了起来 然后在这枝上 建造了144层楼高的地下城市 乔治在硬盘中发现了桶仓的构造中 所以才能找到这里 并经常带着朱莉在此约会 两人开始仔细寻找线索 片刻之后 朱莉果然发现了一根隐藏的鱼线 他顺着鱼线摸索过去 从下面竟然拉起了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一个电脑硬盘和一本工作笔记 老黑决定将这两样东西带回去研究 并告诉朱莉 如果我遭遇到任何意外 一定会给你留下线索 可没想到第二天 老黑就将自己关进了监狱 并说出了那句不能说出的话 在市长和副警长的监督下 老黑被套上了防护服 将要被驱逐到地面之上 但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从硬盘里已经看到了真相 所以他一定要离开桶仓 去找回自己深爱的妻子 老黑刚来到地面 就看到了这辈子从未见过的美景 他连忙去将传感器擦拭干净 想要让桶仓里的人看得更清楚 可不管他擦得多干净 人们看到的却仍然是一片荒芜的景象 在大家的注视下 老黑走向了倒在地上的尸体 可实际上前方却什么都没有 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悬 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他连忙摘掉了头盔 而这番举动 顿时引起了大家的一阵惊呼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在众人的注视下 老黑挣扎着爬向了妻子的尸体 但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 倒在了妻子的身边 这一切似乎都在大家的意料之中 但朱莉却始终都想不明白 老黑为什么要自寻死路 男友为什么会被人杀害 他突然想起乔治曾经说过 在地下河里有着一扇门 背后可能藏着所有的答案 于是安娜再次来到了挖掘机旁 绑好了一道绳索 决定下去一探究竟 可他刚爬到一半就有点后悔了 因为那黑漆漆的河面 总是让人感到一阵不寒而立 朱莉被吓得小手一抖 朝下面掉了下去 还好他反应够快 及时抓住了绳索 但手电筒却掉进了河里 四周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 而危险正在慢慢靠近 在拆开了两块重达1.5吨的面板之后 大家立刻就看到了 发电机上火星四射 而那里就是零件损坏的确切地点 大壮拉下了开关 蒸汽阀门缓缓关闭 而发电机也渐渐停止了攻防 整个统仓立刻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但随着备用电源的起用 让大家恐慌的心情很快就平复了下来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 大屏幕上的地上世界 竟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变化 与此同时 朱莉和阿伟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很快就爬到了发电机上 他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有一片扇叶发生了严重变形 并且还有几处小毛病急需修复 两人立刻拆下了扇叶 可刚想要送下去维修 阿伟却由于紧张小手一抖 不小心将扇叶给推落进去 幸好下面并没有占人 这才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朱莉安抚了徒弟的情绪后 两人继续对几处小毛病进行维修 而下面的同事们也赶紧开始修复那张扇叶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而蒸汽温度也并没有过多的增长 大壮顿时送了一口气 满心期待着维修工作能够顺利完成 可没想到仅仅过去了十分钟 蒸汽阀门渐渐变得一片通红 温度急剧飙升 很快就超越了危险的红线 大壮着急地警告朱莉 自己必须要立即打开蒸汽阀门 否则一旦发生爆炸 所有人都将灰飞烟灭 谁料朱莉在听到消息后 却让徒弟继续完成维修工作 自己却赶紧从发电机上爬了下来 就在大家一片疑惑时 却看到他拿起了消防水管 并打开了通往蒸汽容纳式的阀门 一位同事刚想要劝阻 可朱莉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被烧得通红的蒸汽阀门 散发着剧烈的高温 让这里面像是一个大烤箱 朱莉稍微适应了一下后 立刻通知同事打开了水阀 水流喷到阀门上后滋滋作息 剧烈的水蒸汽让他觉得仿佛是在蒸桑马 而这一招果然也有了效果 温度很快就降到了红线以下 大家赶紧争分夺秒地继续着维修工作 可那片扇叶却迟迟未能修复成功 没过多久 容纳室里的积水就快要没过朱莉的肩膀 但他也只能拼命坚持 谁料更糟糕的情况却发生了 蒸汽温度再次快速升高 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危险 关键时刻 扇叶终于修好了 阿伟连忙进行安装 但由于他太过于紧张 始终未能成功地找准安装位置 此时朱莉已经完全被淹没 而温度也已经来到了最高值 几处管道也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开始的泄露 危急关头 阿伟终于及时安装好了扇叶 大壮命令他赶紧滚下来 同事也立即关上了水阀 并将奄奄一息的朱莉拖出了管道 眼看着所有人都已安全 大壮连忙打开了蒸汽阀门 温度瞬间就降了下来 而发电机也缓缓地开始了工作 大家都紧张地抬头张望 祈祷着不要有任何纰漏 几秒钟后 发电机终于正常地运行了起来 所有人都开心地大声欢呼 并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但朱莉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明白这座地下城市 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女电工只因修好了一台发电机 市长竟然就要任命他做警察局长 朱莉顿时被惊呆了 连忙开口拒绝道 让我去打螺丝还行 可让我去打坏蛋 那岂不是毛坑里点灯吗 谁让市长却递给他一枚警灰 并说这是上任警长临死前最后的医院 原来在统仓里有一条规定 警察局长有权任命下一任警长的人选 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老黑在临死之前 竟然会将这么重要的位置 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女电工 市长花姐原本想带着副警长老白 却看看这位朱莉到底是何方神圣 可在半路上 却遇见了司法部长的助手大壮 大壮递过来一个价格昂贵的草莓蛋糕 并委婉地表示 司法部想要推荐另一名人才 来出任警察局长的位置 希望能得到市长的支持 这种明目张胆的跃拳行为 立刻引起了花姐的反感 她义正言辞地表示了拒绝 大壮只能拿起了那盘蛋糕 一脸阴沉地离开了 随后花姐和老白来到了工程部 终于见到了正在维修发电机的朱莉 看着她为了完成工作 竟然能将生死置之度外 花姐立刻毫不犹豫地递出了老黑留下的警卫 朱莉原本想要拒绝 却无意间看到警卫背面有一行字 上面写着 我找到了真相 这让她立刻想起在地下挖掘机的那晚 老黑曾经承诺过 如果她找到了关于统仓的秘密 以及男友乔治死亡的真相 一定会给朱莉留下线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朱莉最终选择了去接任警察局长的位置 与此同时 花姐刚刚签好了警长任命书 却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她连忙去卫生间里调整一下 而老白则挑选了一瓶毛酒 正想要跟暗恋多年的女神表白 却突然听到卫生间里传来一阵痛苦的惨叫声 她连忙砸开了门锁闯了进去 却看见花姐竟然蹊跷流血地倒在了地上 半小时后 朱莉来到市长办公室接受任命 却只看到了花姐的尸体 老白激动地表示 这一定是有人暗中下毒 于公于私 他都一定要为花姐报仇血恨 作为市长的接任者 IT部长安迪 正式宣布朱莉成为了警察局长 但朱莉却觉得压力倍增 因为如今不仅要揭开统仓的秘密 和查明男友死亡的真相 还要找到毒死花姐的凶手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 朱莉知道光靠自己肯定不行 于是她找到了副警长老白 承诺一定会尽快抓住害死花姐的凶手 但她同时也希望对方能够全力配合自己的工作 可没想到老白刚回到家 司法部长助手大壮却找上了来 在一顿挑拨离间之后 她希望老白能够将朱莉 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给拉下来 可道不同步相为谋 老白立刻将对方给赶了出去 谁料当天晚上 家中便闯进了一位陌生男人 经过了一番搏斗之后 男人持枪瞄准了老白的脑袋 而另一边 朱莉也搬进了老黑生前居住的房间 却听到通风管道里总是传出一阵异响 她拆开了盖子仔细查看 却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根挂着铁环的鱼线 她立刻想到了那天晚上 从挖掘机下找到的那袋东西 这难道就是老黑留下来的线索吗 朱莉连忙拉扯鱼线 果然从管道里取出了一袋东西 打开一看 那竟然是关于男友乔治的调查报告 隐藏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虽然她是刚刚上任的警察局长 但如果被人发现她私闯民宅 恐怕也会立刻被关进监狱 朱莉开始翻箱倒柜 四处寻找房子主人的犯罪证据 可门外却突然传来主人的敲门声 她赶紧从后门偷偷溜了出来 一个闪现就来到了男人的面前 并故作镇定地说道 好巧啊 我刚过来就遇到你 可男人显然并不相信这是巧合 朱莉见状 连忙背出那段还不算熟练的台词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谁料话还没说完 男人便打断了她的表演 转身就开始疯狂逃命 朱莉连忙追了上去 两人正在旋转楼梯上你追我赶 可没想到男人突然杀了个回马枪 抱住了朱莉并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幸好她反应够快及时抓住了栏杆 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朱莉刚想要奋力爬上来 谁料男人竟然去而复返 想要掰开她抓住栏杆的手 朱莉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会如此胆大包天 竟然敢谋害警察局长 她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就在两天前 统仓的市长花姐不幸被人毒害 正当所有人都处于震惊时 杀手又潜入了花姐的男友老白家中 并残忍地将其杀害 朱莉刚刚走马上任 就接连发生了两起严重的命案 这让她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在检查老白的尸体时 她发现了一张藏在口袋里的纸条 上面圈出了一位名叫丧彪的男人名字 而这显然是老白在临死之前留下的凶手线索 朱莉原本想要偷偷潜入丧彪家中 寻找她的犯罪证据 谁料却刚好和对方不期而遇 并让自己陷入了粉身碎骨的险境之中 但朱莉立刻就开始了绝地反击 她抓住了对方的手指红红 丧彪在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残交后 立刻就逃离了现场 在吃瓜群众的帮助下 朱莉终于化险为夷 保住了一条小命 但由于这件事影响巨大 她立刻就被带到了司法部长面前 要求做出详细的解释 可当朱莉说出了前因后果之后 部长却命令她立刻停止调查 并让助手大壮接手这两起案件 朱莉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只能服从上司的命令 可没想到当天晚上 大壮便和丧彪偷偷会面 原来她就是杀害花姐和老白的幕后真凶 丧彪提出要寻求庇护 可大壮却趁其不备 一把将对方推下了楼梯 在杀人灭口之后 面不改色地潇洒离去 第二天 在代理事长安迪的主持下 大家为花姐和老白举行了隆重的葬 按照桶仓里的西服 每人都咬了一口苹果 然后丢进了墓穴之中 而大壮不仅也身在其中 并且还假装悲痛地送出了祝福 看来不管是在地面或是地下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参加栏葬礼之后 朱莉刚准备回去休息 却在大厅里看见一个男人 正对着大屏幕画着什么 作为警察局长 他当然有权利上前询问 而男人却拿出一张画板 说自己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 发现外面世界今晚的星空模样 竟然在一个星期之前出现过 而且每个月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 立刻引起了朱莉的注意 他再次来到了桶仓底部的挖掘机旁 想起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 似乎都和桶仓的秘密有关 可一位名叫乔治的电脑维修工 却从一只古老的电脑硬盘里 看到了地面世界的真实影像 外面根本就没有堵起 而是鸟语花香充满了生机 可正当他想要着手调查时 却突然被残忍杀害 而那只电脑硬盘也不翼而飞 乔治的女友朱莉 身为新上任的警察局长 于公于私都必须要查明事情的真相 这天他根据线索来到了医院 找到了一位被司法部长助理 丧彪软禁的老人 而他很有可能知道电脑硬盘的下方 得知朱莉来此的目的后 老人立刻表示 上任警长老黑在临死之前 曾将某样东西藏进了通风管道里 朱莉刚想要去取出来 老人连忙低声提醒道 墙上的镜子后面 有人正在监视 原来桶仓里的每个角落 都在司法部的严密监控之中 甚至在某些特定目标的家中 都被秘密地安装了摄像头 朱莉缓过神来后 连忙用一张毛毯遮住了镜子 但这也暴露了他已经知道了摄像头的存在 片刻之后 他在通风管道里找到了一个包裹 而里面装的果然就是那只电脑硬盘 与此同时 丧彪也派出了大批手下来到医院 可当他们闯进了病房后 朱莉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丧彪随后也赶了过来 一眼就看到了通风管道上的一样 在他的威逼力右下 老人只能无奈地说出了事情 丧彪立刻命令手下闯进了警局 以搜查为禁艇为由 将警局理论的一片狼藉 甚至还毫不客气地翻掌了朱莉的背包 但结果却让他们失望了 因为朱莉早已将硬盘给藏了起来 既然没有找到证据 丧彪的手下也只能无功而返 但身为警察局长 朱莉当然忍不下这口气 他竟然带着副警长 主动闯进了丧彪的办公室 并以擅闯执法机构的罪名 要将对方逮捕回警局 谁料丧彪却并没有反抗 只是在临走之前 异味深长地说道 你一定会后悔他 但朱莉并没有在意 赶紧来到了父亲的妇产科诊所 原来这里并没有被司法部安装摄像头 所以他将硬盘藏在了婴儿床下面 他原本想用父亲的电脑打开硬盘 却发现里面的内容经过了加密处理 无奈之下 他只好去找一位电脑专家帮忙 谁料在半路上 却遇到了司法部涉港拦截 尽管他亮出了警察局长的身份 但对方却仍然要搜查他的背包 关键时刻 新上任的市长安迪及时出现 他利用自己的官威 帮助朱莉逃过了检查 朱莉认为对方是值得信任的人 于是跟着他来到了玉米地里 准备交代出所有的事情 可没想到 原本应该关在警局的丧彪 竟然从背后出现了 而朱莉这才明白 市长安迪才是这一切罪恶的幕后黑手 朱莉连忙想要逃离这片玉米地 但对方早已设下了天罗帝王 很快就将他抓捕了起来 朱莉却趁其不备 奋力挣脱了束缚 竟然从楼梯上跳了下去 还好楼层高度并不算太高 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等到丧彪带人赶到死人 朱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市长安迪立刻命令手下 在全城范围内进行搜捕 只要是和朱莉有半点关系的人 全部都没有放过 但他们将桶仓翻了个底朝天 却发现对方仿佛是从人间蒸发了一半 原来他已经躲到了一处最危险的地方 那就是丧彪的家中 朱莉递出了一副手铐 让丧彪的妻子将自己给铐在水管上 接着她又连忙拿走了周围 所有可以伤人的物品 而她之所以会如此的谨慎 那是因为彪姐曾经也是一位彪汉的警察 在确定了安全之后 朱莉将硬盘连接了电脑 想要用丧彪的高级权限 来解密并查看里面的内容 但她却没有注意到 彪姐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 想要悄悄地打开手铐 片刻之后 硬盘终于解密完成 经过一阵查阅之后 朱莉终于找到了一个名为 从这里开始的文件夹 点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男友在死前录制的一段录像 乔治一脸神秘地说道 不管你是谁 如果你看到了这段录像 我希望你能将外面世界的真相 告诉统仓里的所有人 可正当朱莉看得入神时 彪姐却已打开了手铐 并拿起了一把锤子 悄悄地来到了朱莉身后 与此同时 市长也通过技术手段 终于找到了硬盘的位置 丧彪发现竟然是在自己家中 手下赶了过去 可当回到家后 却发现朱莉早已消失不见了 而妻子和孩子也安然无恙 原来彪姐看出来朱莉并没有恶意 并且她也想知道外面世界的真相 所以才私自放走了朱莉 丧彪并没有责怪妻子 稍作停留之后 便继续开始搜寻朱莉的下门 可没想到不久后 来自地面世界的真相 便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几人顿时都被惊呆了 原来统仓里的所有居民 一直都生活在谎言之中 与此同时 IT部门也再次定位到硬盘的位置 丧彪立刻命令手下前去抓捕 可当他们赶到时 却再次扑了个空 原来经过了上次的教训后 朱莉早就有所防范 而此时几人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们要想办法 黑掉IT部的电脑主机 让所有人都能透过屏幕 看到地面世界的真相 但如今所有的道路都被严密监控 所以他们只能钻进垃圾管道 躲避抓捕 而这里面随时都会有垃圾从天而降 万一不幸被砸中 恐怕也将会是非死即伤 还好他们的运气不错 毫发无伤地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几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信号放大器 并将硬盘连接了上去 但他们的位置也立刻被监控发现 电脑专家联盟加快了动作 终于成功地黑进了IT部电脑主机 所有的屏幕上立刻出现了那段录像 大家顿时都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市长安迪健壮 联盟命令众人被过身并避上双眼 接着便快速敲打着键盘 想要关闭整个电脑系统 片刻之后 市长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他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慢慢地转过身 一脸凶狠地命令大驾 如果你们想要活命的话 就不要将刚才看到的说出去 而此时的朱莉和好友们分开后 再次躲进了垃圾管道里 但很快就被一名警察给发现了 丧彪立刻命令手下 往垃圾管道里丢下了许多重度 还好朱莉身手敏捷 幸运地躲过了攻击 可没想到丧彪如此心狠手辣 竟然要将一台空调外机给扔下去 这一旦被砸中 断然没有活路 而朱莉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吓杀了 竟然主动松开了手 十分钟后 朱莉终于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 但市长和丧彪也随后赶到 他从朱莉的背包里搜出了硬盘 毫不犹豫地砸了的稀烂 如今能揭露真相的物证已经没有了 而市长当然也不会放过朱莉这位人证 他凶狠地威胁道 如果你能够守口卢瓶 并乖乖地接受被驱逐出捅舱 那么你的亲人朋友就能安然无恙 否则的话 他们将都会没命 为了身边所有人的安全 朱莉只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在穿上了防护服后 他缓缓地来到了地面世界 而这一幕也透过大屏幕 展现在了所有捅舱居民面前 和他在录像里看到的一样 外面鸟语花香充满了生命力 而捅舱里的人看到的 却始终是一片充满毒气的世界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朱莉似乎已经被毒气所伤 艰难地爬到了上任警长老黑 和妻子的尸体旁 而实际上 朱莉的眼前却是一块石头 他用手触碰了一下 这似乎是某种虚拟的3D影像 缓过神来后 朱莉走到了山坡之上 眼前是一片辽阔的绿草地 远方还有群山围绕 可正当朱莉被美景所陶醉时 意外却发生了 在一阵闪烁之后 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天空中乌云密布 大地上一片荒凉 远处还耸立着一座残破的城市 朱莉顿时被惊呆了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他此刻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只有走出去 才能够找到事情的真相 羊毛战绩第一季到此结束 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也是看得意犹未尽 看来导演是想要将悬念 留到下一季揭晓